好在本章里面我们学了数据绑定 响应式编程和管道三个概念 然后下面我们用本章学到的这些知识 来改进我们的在线竞拍网站 主要是为网站添加一个商品搜索的这样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在页面 就是我们这节完成以后网站的样子 主要是在这里商品列表上面加了一个搜索块 我在这个搜索块里面去输入关键字的时候 程序就会根据我输的这个关键字来过滤我商品的列表 只把名称里包含我这输的这个关键字的这个商品过滤出来 如果我输的关键字所有的商品里都没有 那么底下就是什么都不显示 如果是一个空的关键字就把所有的商品都列出来 这就是这节课我们要做的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然后实现的步骤分为两步 首先第一步我们会在页面上去添加一个输入框 然后用这一张前面学到的这个响应式编程来处理这个输入框的输入事件 把用户输进来的这个关键字保存在我们组件的一个属性上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我们会写一个管道 然后用这个管道来根据用户在这个输入框里面输的关键字去过滤底下的这个商品列表 OK就是这么两步 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编写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把程序恢复到就是上一张结束车的样子 然后从那个点开始我们来写我们的代码 好刷新一下 OK现在这个程序就是上一张结束时的样子 还没有这个输入框 然后我们开始写代码 首先我要加入这个输入框 加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商品列表组件的模板上 在这个NG4循环循环这个商品列表之上 加一个输入框 这个代码很简单 就是声明一个DIV 然后DIV里面有一行 这一行占满我整个的宽度 好在这一行里面的内容是一个form group 好最后这个DIV是一个input class是form control 注意这个form control不是我们那个指令啊 这是bootstrap的样式 policeholder等于请输入商品名称 好我们在页面上加了一个输入框 就像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还没有过滤的功能 我虽然可以在里边输东西了 但是并不能达到过滤的效果 然后我们下一步要用想要是编程来处理这个输入框的输入事件 把关键字保存在组件的一个属性上 首先我声明一个属性 叫keyword 一会儿用这个属性来保存我们当前的关键字 然后我们前面说了 如果你想用想要是编程 需要在你的当前的应用的主模块里面 去引入一个叫做reactformmodel 这样一个模块 好引了这个模块以后 我们在控制器里面就可以去写一个叫title filter的字段 它的类型就是formcontrol 等于newformcontrol 好 我在控制器里面声明了formcontrol类型的属性 title filter 然后在前面这个input这个输入框里面 我就可以用formcontrol指令 把它跟后台的这个字段绑定在一块 这个含义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input这个输入框 现在跟控制器上 类型是formcontrol的这个title filter字段绑定在一块了 这时候当这个input的里面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title filter这个字段就会往外发射value change事件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订阅这个事件 然后把它的值保存下来 保存到我们刚才那个keyword的这个字段上去 好 下面要做的就是 订阅这个字段 this.title filter.value changes 这个就是它发出来的value change事件的这个流 我们要做的就是订阅它 然后把它的value 附到我本地的keyword上 OK我们在讲那个想要是编程的时候 然后还提到了一个可以帮我们改善用户体验的 叫defancy time500 OK它的效果就是可以让你这个输入框在用户持续的输入的时候 不去发射当前这个input的值 而是当用户停止输入500毫秒以后 才把当前的这个输入框的值发射到这个观察者这个函数里面去 好 前面说过了要让它起作用 需要import rxjs里面的rx OK 到这里为止输入框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下面开始去写这个过滤器 过滤器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管道 因为它是接收传进来的这个商品的列表 然后从里面挑出来匹配的这个商品然后返回回去 我们用命令航工具生生成一个管道 叫filter过滤器 好 我们要写的这个管道需要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当前的这个商品列表 因为我要过滤的是这个商品列表是我们要传进来的 也是我要过滤的这个值 也就是list 它的类型是一个数组 然后第二个字段 第二个字段要告诉我 你想根据哪一个 就是商品的哪一个字段去过滤 你是根据商品的名称去过滤 还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去过滤 还是根据商品的描述去过滤 需要有一个字段告诉我 你要过滤的那个字段是哪个 所以第二个字段第二个参数是filterField 过滤字段 这是一个string 然后我们还需要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就是用户输的那个关键字 OK 这也是一个string 好 三个参数定义完了 首先我要判断 当前用户传媒传filterField 还有传媒传Tword 如果这两个参数有任意一个参数没有传 那么我直接就把当前的列表返回回去 不做任何过滤 好 如果这两个参数都存在了 就是根据哪个字段过滤也告诉我了 当前的关键字是什么也告诉我了 那么我就根据这个两个条件来过滤我当前的这个list 这个item就是集合中的元素 然后我只要给他指定返回返回给他一个布尔值就可以了 布尔值告诉他当前的这个元素是要保留在列表里还是要排除掉 如果返回true就保留下来 如果返回false就排除掉 OK 要判断是把这个元素保留下来 还是排除下来 我需要判断当前这个元素 指定的这个字段的值是什么 首先我要知道它这个值是什么 要fill the value 如果我这会传的告诉我 用title字段 用名称这个字段去过滤 那么我这会拿到的就是 传进来的这个商品的名称字段是什么 如果我这还定义的是根据描述字段去过滤 那么我这拿到值 就是传进来这个商品的描述字段 好 然后我拿到这个当前 你要过滤的这个字段的值以后 我只需要去判断 这个值是不是包含 关键字就可以了 如果包含关键字 index of 就会大于等于零 好我只要判断index of keyword是不是大于等于零 如果是的话我就返回处 返回处的话就留下来 就这么一个逻辑 到这里filter就写完了 非常简单 好最后一步我要把这个filter 用到我的模板上 用在哪里 用在这个ng4循环里面 因为我要过滤的是这个商品的列表 filter filter然后我们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靠它根据哪一个字段来过滤 我现在要求它根据title也就是名称字段来过滤 第二个东西就是当前用户书的关键字是什么 用户书的关键字我们刚才已经存在 控制器的这个keyword的属性上了 现在我只要把它绑定到页面上来 传给我的这个管道就OK了 好到这里所有的代码就都写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输入 1 就是第一个商品 输入4 就是第四个商品 输入天安门 就没有商品 然后我们在这儿 要注意的是 就是整个这个实现是由响应式编程来实现的 大家在今后的编程中 一定要用一个响应式编程的思想去处理我们 安格拉里面的这个事件 好 实战的部分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章见 更多最新最前言 IT视频教程 尽访问自询IT8论坛 在W6.自询IT8点